早安 歡迎大家收看《馬迷早晨》 又是我世榮跟大家星期一接見面 星期一講到頭場賽事早餐 希望大家喜歡看 記得跑九場賽事早餐 五場菊草賽事 6.9已經可以跑第一場 大家記得早點 否則看不到我直播和Kimi 一起用大手升跌 未講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按右手邊盒四星龍珠就可以 記得跑私家三跑道 內檔都相當重要 看看頭場有什麼選擇 喜多樂這隻馬不是因為抽了一檔 才選擇他 而是他真是鬼上身 為何說何濟搖鬼上身 不是贏完兩個G1就首軟 五巴馬都會照騎 否則你解釋給我聽 為何何濟搖騎完天衣無縫 跑第二轉過頭 變成巴道 應該喜多樂機會更大 他連這隻也選擇你騎 套了眼罩跟前一點 怎樣也有一點好處 另外老老富貴 其實這匹馬本身在千八放到最後才斷 前面余目春風 視像傳奇雖然不太厲害 不過全部都是後上馬 跟前得喜喜綿綿跟陸陸富貴頂到 而喜喜綿綿 之前都剛剛贏馬 算是有實力的馬匹 所以這匹馬都要更進 縮回到1650到 露表繩下了班 怎樣都惡些 千八放在後面追不上來 但是這次跑1650 是有個漂亮檔給他 沒有之前這兩次那麼差 都是很好處的 至於晴朗拍檔 這匹馬都可以留意 前一場都市神玩 再出是連接 中覆者亦保重 所以算是強組 休息一段 跑1650 對手弱些應該可以的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瑪迷早晨》 我們晚一點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